大家好 今天就快到月底了 26日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為什麼穿一件橙衣呢? 不是紅衣 這件是運動裝 凹在臉 為什麼呢? 也表示一點點信息 今天已經是習近平先生 在烏茲別克 開完上峽經濟會議 回來10天了 這10天裡面 我都忽然國事專家了 是不是? 不止我的 是不是? 所有的 標題黨都馬上變了專家了 要評論一下 大家都是看多一些新聞而已 沒有誰 沒誰給誰這個精 但是我想起來也不差的 因為有看新聞嘛 我年輕的時候 現在說年輕 真的好笑 90年代當我年輕了 那時候我也是廢中 對不對? 曾經自修而已 六四之後 是不是六四遲了? 不是八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要幫一些 要認識一下中國嘛 要講一個課程 中共的黨史 講一個talk 不是課程 哇 我是好東西的 弄了一份屁股 那時候還是中文打字還是怎麼樣的? 就是第一代的打字 那些中文打字 有人幫我打了這樣 弄了一份屁股 就是將中共發生的 那就是那一次而已 看過一兩本書整個黨史 但是現在講的是八十年代 之後就沒所謂了 沒所謂了 因為七十年代開始有看新聞的了 很多東西 就是要看三反五反那些 那就要整個墨落在腦裡面 我看別人的評論 有些是很厲害的 評論的 但是我想 咦 他還好像年輕過我 應該我也可以 他說的那些我昨天也認識的 但是聽那些 如果有上一年多 當然大家都差不多了 記憶 就是中共的黨發生的事 如果不是的話 大多數人是其他KOL 包括去了德國那些 那些 蕭先生當然不是啦 比我還大 他會熟知這些 我不是很喜歡評論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的信息太少了 知道大陸裡面的信息 以前的人是靠什麼去評論的呢? 蕭先生我們早就聽了 他看什麼 那時候是看解放 曾鳴那些 那些 那些我有看 我去到英國 有寄過來給我 家人 曾鳴 百姓 半月刊 裡面有講中共的事情 我上去交流八十年代 裡面的年青人 學者 年青學者 一見到這些事情 就拿出去 哇 太瘋了 個個就粵道 曾鳴那樣 裡面說的那些事情 當作是真的 那個年代是這樣 現在好很多的 現在好很多的 有了Twitter 有了互聯網 總有很多消息漏出來 大家就應該認真一點 別有什麼秘聞網 甚至某宗教那些媒體 因為我都很熟悉就不是 不認識他們裡面的情況 但都知道他們只有幾個人而已 一個媒體 那他們哪有這麼多內幕啊 就是作的了 所以大家 如果喜歡做誰來的 可以作一份的 為什麼我有敢而發呢? 你看我前面的標題是什麼呢? 習近平被軟禁傳言上Twitter 這個文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文呢 二十大代表名單公佈有兩千多人 習近平被軟禁傳言上Twitter的熱手 我想介紹這篇文還是什麼呢? 都不是那篇文我叫做 可能很簡單說 會觸及啦 它都是一些實質的 這個德國新聞社 德國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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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民網 那它是認真的傳媒來的 比如我時常說 就算是CNN、B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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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大媒體通常它要負責一些的 剛才 有時候都不是標題黨的了 包括突然間上星島有個內幕 就說習近平語無懸念啦 看到都沉不沉啦 變音 怎麼知道裡面呢 它原來是說台灣一個學者 在一個場合講的一句話而已 學者的意見而已 某評論員意見 它就將它做了標題 你們就以為是咯 標題黨的好處還是不好處呢 這一輪呢 煲冬瓜的評論員 我就是YouTuber 或者我們那些萬能的YouTuber 紛紛就說習近平不衰了 又被軟禁了 又有很多軍車進入了 北京的航班都停了了 看到有片看了 那些片 我看到的 那些片 你知道那時候19年那時候整天有條片 有人傳給我 哇來了 解放軍進入香港啊 在元朗大陸進來 我很漏氣的 這條片 突然間又拿回這些東西出來 那是真的假的 那我立刻提一下 是不是已經禁了票了 北京城 禁了 又沒有 昨天突然看到沒有 但是最新的這篇文呢 我要讚 說什麼呢 其實我讚這些北京的大媒體 他說的是一個真實 他沒有說習近平被軟禁 是不是 我都不是說習近平已經下台了還是怎樣 我們繼續關注 是不是 早幾天我已經推斷 他不是很行 現在呢 今天是26號 他是消失了10天的 到今天 剛才這樣 都沒有看到他出現在 在新聞聯播 或者人民日報 有什麼 主要是聯播 人民日報有的 就是他有發酷電 有他的新聞那些 還有的 是如常的 但是低調了很多 就是那些發酷電 那些照片 那些就少了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歡去研究 這些是值得研究的 那他整個調 突然間都低了 代表什麼呢 還有沒有出來見過人 就是你沒有出來在照片 見人啊 在誰啊 在中南方見到誰 那可能是感冒的 是不是 行的 突然間在那裡回來可能染了COVID也不頂的 是不是 現在在養病也不頂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當他不喜歡告訴你 是不是 以中國的雜性 這些國家機密不說 但是他躲起來了養病 不舒服 休息幾天 都可能的 雖然好像是這麼巧的 但是不要 以前試過很多次的了 不見了一陣子就一路傳 一路傳 跟著他就出來了 現在也是的 這個時刻也是的 大家不要假設他已經下台了 近來就有很多這樣的聲氣 有些是真的的 不是 都是有facts支持的 有些是沒有的了 是 是 韓班取消 可能有些是韓班人會取消的 總之突然傳出來 大家就多看一些推特 就不要說 啊 誰說了我叫我去聽 我都可以出賣這些 對不對 有理無理 當他真 你知道你實覺 我們 包括我在內都不是專家 更加沒有 包括你最喜歡聽的那些 希望之聲 大紀元 秘民網 這堆東西 全部都是法輪功 即是他們都不是有什麼神機妙算 或者有什麼內幕 不是那麼容易有內幕的 反而你公開的東西就公開了 變成你們可以在這些公開的資訊上做分析 反而是比較靠譜的 即是不會愚蠢了 即是不要一廂情願 我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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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見到是啦 是啦 這樣 哇 你不認識啊 韓班 你看看這裡 看看那個說 不要做這些事情了 大家都不要 是不是 我們是實事求是 到今天老了 你還是一廂情願去講一些東西 那些 我經常講很多低端人口就是網上就是這樣的 他還在罵你 你不認識東西 引一些資料給你聽 然後說你不認識 你不符合他的意願 他就在那裡 通常我趕他走的 不讓他再留言 算了 這樣呢 即是沒有意思嘛 是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願意的 言論自由的 個個都說什麼 但是你不要自己無知 就說到人無知 那些態度是黑人憎的 我問那個態度 那麼呢 究竟習近平是不是已經沒有軟禁呢 怎麼可以軟禁他呢 我想問 你看起來好像 哇 你警衛進來了 有些傳言 諸如此類 什麼 什麼 調動軍隊 他調動軍隊 準備不需要的 就是去到四人幫那時候 就是當時 那時候已經是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 那時候建國時間短 現在就算他有改朝換代 可能的 那麼呢 他背後講好了 諸如此類 就是不會再有些戲劇性場面出現了 但是這些戲劇性的傳聞呢 包括川普的政變那些 那些 有些職像他打電話給這個 又換了國王部長這樣做 那都可以 大家聽聽吧 就不要當真 是 麻煩 不要太興奮 但是有些實質的東西 大家就相信了 不是相信 就是當是資料 比如他已經是十日沒出現了 這個是奇怪的 因為前一陣子 為了要煲他連任 那他還是控制著那些主要媒體 當然他背後又有一些其他勢力 就是兩派在那裡 拉來拉去 大家在那些文字那裡 這些從來不可以公開的嘛 但是在一些細明的跡象裡 給一些訊息出來 那你做觀察家 如果我想做這方面的觀察 我的觀察就在香港算了 我也是靠這樣的 看一些細明的地方 猜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的 有些這樣的專家 如果大家留意這些人 其實這些人都是給了好的資料 但是他未必準的 都是他的觀察 但是總比那些標題黨 標題黨已經說你也是 當然包括某燈神 他好像他在那裡開會 中南開會 但是有些事情 它已經是事實 公開了 大家就可以參考 包括他十天沒有出現 我現在天天都留意著 他什麼時候出現 什麼情況之下出現 你會不會剛好苦面出來 這樣但是不夠 照看他出來一定要見一下 重要人物 諸如此類 有多重要 這些我都勉強可以做到一個評估了 不是专家 都少少熟悉的了 就是这些 我最擅长就是看人们眉头眼的压级 所以我说她的样子就像杀婆 这个我独有 她最近去到乌兹别克的样子 哈萨哈和乌兹别克的样子 饭都不吃饭回来 当然饭都不吃饭回来 可能是怕北京它压不住墙 那些老板去哪里 据说的分析说 最近她的马仔又好像在那里继续撑她 她的派系又好像不知怎样 就是这样 这个是有趣的地方 也都是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呢 现在开会前夕嘛 如果西方一般观察 它们很稳定的 比如德国之星那些 她从来都跟基本的西方那个外媒那个调 她又没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就是人民日报作行自体那些 她是大陆一点的 外媒 但是她都将这件事情 说了出来 就是突然说起很多人传 这样就引起西方媒体关注 很多人就引用这篇 就是昨天还是昨天呢 应该昨天较早的时候 就是香港时间 欧洲时间不同的 那就是这篇德国师星讲的东西 但是它里面都没有讲到任何东西的了 就是没有讲到一些 factual 你应该留意的东西 但是唯有就是它不见了十天 习近平不见了十天 那么新华华社发布消息 在习近平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这个也有点很标准的 但是不是它领导 而是党中央领导 那么有点了 就是要比较一些字眼 因为上次看到一个字眼就是党中央 什么同上同下那个 党中央 行先 ok了 这些这么小微都有人研究的 那么二十大选举就顺利完成了 诸如此类 那么将会选举呢 就是二十大就是党大会大会 每五年一次 那么去途代表都不容易的 有只有2296个人 那么如果香港是选到区议员的 二千多票 那么选举一个中央委员 那么中央委员好像几十人 对吧 都没什么权的 就是中央委员 但是近权力中心 近权力近代豪俠 那么就 跟着呢 一选完委员立刻开会 就选中央政治委员 就是不是咯 是 逢是这些选举 但是呢 开到会就知道了 各派系 就是有興趣他的讯息怎么传达呢 刚才那些人 那些人有很多心思在那里揣摩整个局势 但是他们又终归又去明白的 就是你看看就快明 你慈明 那么就 召开会议 跟着就产生中央政治局委员 你想想 党代表现在才选了出来 那你上去是不是辩论了回来呢 胡锦涛好啊 不是不是说的 就是 就是你习近平好还是李压强好 我们讲讲 讨论一下 那怎么办 片一轮呢 没有 不用讨论的 那就是选举 这些委员去到呢 新选出来的 去了 两千多人 然后他们就召开会议 全体会议 就 染疫怎么办 两千多人 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委 常务委员 常委就比较大一点 那是不是 常委就重要 是只有七个而已 现在是七个 上届 选举产有2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应该一向都是 这个东西 中央委员就重要了 因为代表中央了 那七个就更加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最终的一个 一个 如果根据江泽民的记录 是最久做了13年的 那当然了 以前毛主席是没有连任的 提都没有人敢提 谁代他 所以呢 都不是很久的历史而已 你知道中共的历史 所以 现在呢 党章就没有讲到两年 上次讲来讲的 他说清帝就是 人民代表大会 不是 国家主席 收拾了2018年 跟着就一直吵到现在 四年多了 不用做其他事情 你一说 改变体制 改变这个 传统你说有多大问题 每个人在猜他 是不是 不用猜 每个都知道他想 千秋万代 国家主席改了 那党章就为什么不用改呢 党规则就不用改 没有写到 所以他是可以 但是你做了党主席 不做国家主席 现在惯性就是 党主席 党总书记 不是主席 改了名 总书记 国家主席 和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有两个位 党的军委主席 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但是你党那个是重要的 党那个是重要的 分别改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总书记 自从江泽民之后 江泽民都吓了两年 做了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 就做了八年 军委主席 就是胡锦涛 胡锦涛就跟回这个规矩 就是邓小平说的规矩 走你就走 就交权给习近平 那就有点事了 结果这十年来 没人让他一直这样 好了 但是最近 终于到了选举时刻 出事了 不是出事 就是真的见真章了 我说回自己 我最近推过就是 介绍过上个星期 有个新的中央办公厅推行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其中第二条就是 以习近平的领导 諸如此类 指导思想 引起我介绍过 忽然再说了 有些人认为代表他控制了 他又不下 但是这里不等于 只是代表呢 反而能上能下的几个字 还有一件事就是 说到子女从严自党 这个就很明显了 他的女儿 是不是 他的女儿 什么鬼 习近平的女儿 好 一下 不记得她的女儿 是 是 她的女儿都 就是 去了美国的 所以不是很符合的 这个女儿都弄了她 这个小事了 最近的迹象是什么呢 第一有个宋平 106岁 宋平就出了一篇文 有个大记者访问她 就是 吹捧 元老 大众微信 大记者说 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 是的 一篇 老同志是党的中楼底柱 定海文 神针的文章 宋平大家吹捧 那 跟着有些团人出来的 就是 温家宝 温家宝和胡锦涛就去邀请宋平出山 趁她去了哈萨克 乌兹别克串联了 因为那些人还有影响力嘛 就由宋平出面 就叫势了 去换人了 我想没那么迟的 因为 我比较相信她去哈萨克之前 已经是 知道没有了 但是她可能还不太相信 那她的马也不相信 那她又没有很清楚 告诉那些马 我走了 可能她还希望 到最后又抬回头 始祝阿杰 你看看始祝阿杰 到最后希望有奇蹟出现 不用走 是不是 那我呢 我很低低的 我很低庄的 我看人家面头眼辣 我都说我最拿手就是这件事 看一看她的壞样 面头 污眉黑碎 那样 跟人很有气勢 气定神限 指指点点 你看习近平不欠缺这些场面 这些表情 看了什么时候 你看回以前就知道 所以她 所以她 为什么去到对着 普京好像 普京 喂 怎样 怎样撑我 又有趣的 普京 跟着就 动员了 就是没有了希望 对着她 给钱 给东西 那她就走下一步 的确是 证明是相当失败的 对她来说 当然 又另一堆 挑拨离间 就是说 但是没有答应过你 我们一直跟着就知道 中国的调都是没有答应的 而且调变了 承认主权国的独立 外交的调 基本调变了 一句都没有提挖 就是习近平的说法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为世界的和平 注入这个正面的元素 这些 说完这些东西 当然 普京是自己理的 不管他 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呢 你就知道 就是栗战书早了一会儿去 都是讲了很串的东西 栗战书是她的派系 但是结果就立刻收回 那似乎是 就是 所谓中央 就是那班deep state 已经收了权的了 而且叫她 你不要乱说话 你这样又不对 这样又不对 她说句话都不行的时候 那就不高兴了 快点回了北京 只要回了北京 是不是被人冤了呢 你看就没有出现过了 中间又发生过军委会开会事件 这里又说过了 军委会开会 他炒了那个 炒了那个人 就突然间出现 那个叫做李乔明 他8号才炒了 突然间坐在那里开军委会议 所有军头都在那里 但是竟然她自己的主席就不见了 国防部长她的马也不见了 这些应该要小心的 好了 现在她是不是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她已经倒了呢 大家都问了 我说了这么久 说我们听她是不是走了 你想我说是 是不是 大家都想我说是 看谁说什么 你分析一下 又想我附和她 是不是这样 那不是我的风格 大家要明白 我不做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可以是引蛇出动的 是习近平引蛇出动的 是不是 我们不论喜欢她 那扑街死了 快点走 那我们继续说 你不是说她走了 我说你这个契弟 你这个扑街 她还有一路 很高 都是有这些料到的 挺好的 混贪又行 习近平 不应该这样的 我不喜欢她 她就叫她走 整个大陆都不敢这样 我们可以 我总之不喜欢你 就是不喜欢你 但是我不是说估她 我就跟她说 是不是 她不走 我就跟她说 走啦 踩了几脚 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你说可以这样说 你看这个表面的迹象 好像是 就是有些说法啦 你反过来说而已 她知道政权了 北京 快点回去 不是那个位置没了 不是这样的 中共那些事情 都谈好了 就是没那么戏剧的 你看得公围剧多 是不是 几十年前可能是 流气冲冲 的确 但是她去的时候 如果你这么说 是不是她去的时候 突然间发觉 你去的时候 有两个说法的嘛 去了哈萨克 乌兹别克那些地方 就说 一个就是她 她已经大权在马了 所以不怕去 那又可以 是吧 跟着你说她 不是哦 你都要下台了 不过现在这些 最后有机会出去 很久没出去旅行 威一下吧 等你毕业旅行 那又对 是吧 你免得国际间 不去 见你不去 你出去威一下 跟她去见普京 说一下 给她指示她 你要做事的 不用做 做到最后一天 就像小婆那样 她是苦苦苦去 去到 厚黑面黑 都是解得通的 是吧 任你怎么说而已 但是她不参考军委会议 这个我就觉得是突然的 突然的 最近就是突然间有篇长文 大记者 是 大记者走向党 老同志 是党的钟楼底柱 定海神针 不停赞这个宋平呢 那也都是 跟着就被人删了这篇文 删了 如果你说 那就是阿杂还说事 立刻删了 不是的 可能特意放一放出来 删了 那你们就猜了 放风就是这样 它不需要很清楚的 突然间 说这么敏感的东西 跟着删了 这些东西很敏感 提醒你有这样的东西 有这样的东西 它里面的习惯 不要当是 还是有人放了 跟着被人收回 也可能 未到这个时候 但是呢 我就是 看见昨天就已经有人说 他被软禁了 我就 当然要查一查 大家都很紧张 问了 我就要做一些分析 查 上网上找就找不到 找不到更多 全部都是估计的 性质 你一看媒体 你自己会分辨的 不要说 有人说 黄伯你不懂 谁说 你自己想真些 我就说了 我说是吗 不是的 我就说 我们要看看究竟哪些人说 因为如果你是国际媒体 就认真些 纵然它有立场 包括 引起我注意的是 法国 这个 不是 德国 这个 德国之音 是吧 讲这个标题 是 零蛋公布 习近平全言上 都可以打热手 其实他说了一个信息 你听 德国之声说了一个信息 你听 似乎是 他们的外国人都开始 你懷疑是 他们都不会不知道 我刚才说过这么多表面迹象 所以他们都 由不信 开始信 还有准备 留意 这个就是正式 现在我们得到的趋势 是不是等于他已经下台 最好都不要假设 不要假定一定是 因为突然间好戏劇 都不是好戏劇 他故意的 那行不行 你知道 我随后说的 当年邓小平就说 哎呀 双白方针 毛主席都试过了 隐蛇出洞而已 突然间叫你们说话 每个人说话的时候 噢 哪些契弟不妥 按白就一直都这么说话 我不怕的 但其他那些要小心 当然我们又说 隐蛇出洞 阿超可能买错了 阿超买了的了 现在买了清零 不不不 共存 非了清零变了共存 那我的推理 推论就是 上面定了 纵然不说清楚你听 一定不会说清楚你听 你都不是学生 不是中央核心的人 但是既然已经定了 而且你香港有条件先 那就叫你 就算是阿习继平都马 那个契弟快点找吧 在香港搞定他先 那香港就出现这个共富王全派 就铺头了 好 转任我们第二个话题 今天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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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